PS0基础入门课程 今天进入第19课 试图的移动旋转和缩放 我们在平时处理图像的时候 通常是时时刻刻可能都需要移动一下这个文档 移动一下这个图像 或者是把它放大缩小一下 这些基本的操作呢 可能贯穿了咱们整个的图像处理的过程 因为你随时都可能需要去有这样的操作 咱们先讲解一下试图的移动 也就是让这个图像移动一下 先说一下有一个区别 就是咱们移动的并不是移动的某个图层 比如说你现在移动这个图层 这些呢是移动图层的一个操作 并不是咱们试图的这个整个试图的 整个文档的移动 在工具面板上有一个工具 有一个抓手工具 有一个抓手工具 看一下还有一个隐藏的工具 打开以后是抓手工具和旋转试图工具 咱们点击了这个抓手工具 它就可以有这种移动文档的这样一个功能 它就可以移动这些 因为现在你的这个文档呢 现在的视图尺寸呢比较小 它没有超过这个文档窗口 所以呢你现在去移动的时候呢 呃并不能够去移动它 当然你如果想移动的话也可以 呃工具面板最右下角的这一个 屏幕模式 你换换一个屏幕模式 怎么默认的呢 就是标准的屏幕模式 标准的屏幕模式 默认 如果你换成其他的 换成带有菜单栏的全屏模式 那么 就算你这个文档比较小 那么也可以在文档窗口内去移动它 咱们测试一下 现在呢 它并没有超过这文档窗口 咱们去移动一下 所以这是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移动 但如果你是在标准屏幕模式下 你发现就移动不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移动的话 可以改变一下这个屏幕模式 然后这个窗口呢 就可以移动 这个呢 是完全用鼠标来操作的 并没有让键盘去操作 因为你点击了抓住工具 然后你这个时候呢 去拖动它 整个文档呢 就会有移动 但这个移动呢 还有还可以使用键盘跟鼠标配合 这样呢 可以让我们随时就移动这个文档 而不需要去点击这个 就是点开这个抓住工具了 比如说 快捷键呢 键盘快捷键是空格键 咱们在通常是任何的时候 比如你处在任何的工具之下 你的工具呢 可能选择任何工具都可以 你现在想移动这个图像 就是按住键盘的空格键 它就变成一个小抓手 就是临时的抓手工具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自由的拖动它 去移动这个文档 就在任何的工具之下 选择任何的工具 它都可以移动 这个是利用工具面板 还有利用这个键盘快捷键来移动它 通常咱们是在一个文档放大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移动呢 就选的非常有必要 可以去移动它 这个就是文档的移动 这个隐藏的工具呢 还有一个旋转式图 咱们点击它 旋转式图就是让整个这个文档 旋转一个角度 你可以填入一个角度 这里呢 你可以旋转角度 你可以填入一个角度 比如说 时度 那么这个文档呢 你会发现它已经旋转了时度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转盘 你可以直接拖动这个转盘 这个图像呢 也会跟着来移动 后面还有一个复位视图 你不想旋转了 然后点击复位 它就会恢复为默认的状态 这个就是视图的旋转 视图的旋转呢 通常用的并不多 你知道有这么样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让这个视图来旋转就行了 当然你可以用鼠标 也可以拖动 比如说你点击这个旋转视图 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鼠标放在这里 你的鼠标会有变成一个 一个这样的形状 然后你拖动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旋转 都可以 当然复位呢 直接点复位就行了 这就是视图的旋转 这个功能呢 不大用得到 经常用不到 接下来讲缩放 缩放的常用的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菜单和快捷键来操作 在视图里面 有一个放大缩小 快捷键是Ctrl++ 缩小是Ctrl++ 在视图放大缩小里面 就可以 点击 放大 它就会放大 点击缩小 就会缩小 用快捷键 Ctrl++ 放大 Ctrl++ 缩小 这就是用菜单和一些快捷键来放大缩小 还有一个是工具面板 第二个就是工具面板上的缩放工具 点击缩放工具 你会发现出现一个小放大镜 放大镜里面有一个小加号 咱们用鼠标点击一下 它就会放大 点击这个缩放工具以后 选项栏呢 也会做相应的变化 选项栏里边 现在是默认的是加号 你可以点击减号 点击减号以后呢 你这个放大镜呢 就变成缩小了 你再点击一下 它就会变成缩小 还有更加快捷的方式 就是你你的鼠标 在文道窗户当中 选择了这个缩放工具以后 点击点是按住按住鼠标 按住这个鼠标 你往左拖 它就是缩小 往右拖 就是放大 不要上下 上下是不起作用的 就是左右 往左就是缩小 往右就是变大 这个不需要理会 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放大镜 是加号还是减号 不管是加号还是减号 就是往左拖 它就是放大 往左 往左就是小 往右就是放大 这样也可以快捷地让我们去缩小放大这个文档 这是利用缩小 这是利用缩放工具来缩放咱们的文档 第三种是利用导航器来去缩放和移动 导航器在哪里呢 在窗口 一个导航器 点击了以后 可以看到一个导航器的面板 放大一点 上面呢 是一个预览的窗口 下面呢 我们放大镜看一下 下面是一个 会显示一个放大的比例 缩放的比例 现在你的文档 现在处于缩小的状态 后面呢 有一个滑块 滑块的左边是一个小山 缩小 右边呢 是一个大山 那就是放大 咱们点击了大山呢 它就会变大 点击了这个小山呢 就会缩小 如果你拖动这个滑块呢 往左拖呢 就是缩小 往右拖呢 就是放大 如果你再继续放大 这个文档呢 超出了这个文档窗口 你会发现上面的预览呢 这个小 这个小红框呢 就会变小 这个时候呢 你用鼠标 点击这个小红框 就可以去拖动 也就是移动 因为 你放到放大到足够大 超过了文档窗口以后 你放在鼠标 放在预览 这个预览这个区域里面 你的鼠标的形状 也会发生改变 它变成了一个抓手工具 抓手工具的作用呢 就是移动嘛 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移动它 点击这个小框 就可以移动它 就是这样 如果你缩小 继续缩小 你这文档窗口比较小了 你鼠标再放在上面的预览 这个预览这个窗口区域呢 它就是 不是抓手工具 所以呢 这个导航器呢 你可以放到缩小 如果放大的足够大 它可以变成 也可以使用 那个移动工具 就是把它移动 整个文档 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抓手工具了 可以移动 好了 原来这就是 文档窗口 这个视窗的移动 旋转和缩放 小结一下 移动 用这个抓手工具 攻击面面的抓手工具 可以移动 然后呢 也可以用 临时使用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键盘的控格键 按住 也是也是可以 临时的去移动它 就是移动 旋转 平时用的比较少 了解 知道一下就行了 缩放 常见的有三种操作方式 一种是利用视图 菜单 有对应的快捷键 这样的操作方式来缩放 也可以使用工具面板上的 这个缩放工具 来缩放 也可以使用导航器 窗口导航器 这样的方式 来缩放和移动 每一种方式呢 缩放跟移动 有时候都是互相 互相关联在一起的 它并不是单独的移动 也不是单独的缩放 就是它会关联在一块 这些今天讲你的 这些操作的都属于 咱们去处理图像的时候 一些基础的操作 如果你知道了 或者是对这些操作比较熟练 那么你去操作一些 去处理图像的时候呢 不至于被这些基础的操作卡住 有的时候咱们去操作某些东西的时候 被卡住了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很多时候呢 都是被这些很基础的文档的操作 比如我要放大啊 缩小啊 移动啊 你发现你想移动 我不知道该怎么移动 就是被这些简单的基础的操作 给卡住了 给挡住了 而影响了咱们去操作图像本身 好了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咱们下节课问